隨著幾段氣候事件發生 農作物栽損履倦破紀錄 要因應氣候變遷影響 農委會從設施栽培 耐抗逆境育種及智慧農業等面向 來發展新品種 新技術及農產管理 希望達到氣候變遷調適目標 我們氣候變遷要調適 就是要降低它的風險 然後建構一個強韌的農業 能夠來對抗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影響 另外確保糧食安全還有維護生物多氧性 我們各地的現改良場所要舉辦研發成果的發表會 跟農業技術研討會 提醒我們社會各界來重視這個問題 農委會主委表示 全球溫度到了2040年將上升1.5度 影響層面包括水資源 物種及土地 若不及早準備防範 會無法因應未來極端氣候 因此因加速執行跨領域 跨機關整合計畫 從工程面 社會面 著手 雙管旗下 調適策略有分工程跟社會面 那社會面裡面的保險就是確保農民收入的 一個重要的一個保障 所以如果未來有極端氣候事件的時候 我們有加強情況是 其實它是一個穩定國內糧食供需 最重要的一個生產的一個來源 陳其中表示 農委會未來一年包括研究經費 將投入超過6億元經費 另外再垂土泡子 節水等調適策略費用 每年也超過100億元 也希望在四年內立法運會期 通過農業保險專法 讓農業保險覆蓋率 從現在的10%提高至60% 原則新聞 胡宋迪佛如馬 台北市採訪報導 折騰